各位主席的親戚們,你們好啊! 現在我們開始我們今晚的網上的現經討論 我們的主題仍然是怎樣聆聘神的聲音和領受方向和使命 我們昨天說了約翰福音十章二十七節 耶穌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他們跟著我 還有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聖靈保衛斯來到 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就是說聖靈是會叫人知罪的 這個是基督徒聽到的第一個聲音 所有基督徒都會聽到的 昨天我就請大家說出什麼質素 是會令到人容易聽到整個聲音 因為耶穌說我的羊聽到我的聲音 就是說每個基督徒都聽到 但是很明顯是聽到的程度不同的 譬如在聖經裡面都是有人 他有更強烈的先知性 領受神的信息 現在我們實際生活上有很多基督徒犯罪 他們好像聽不到神提醒他們關於自己的 他們就好像很多問題 那麼很明顯就是這個人和神的關係 第一就是他和神有多好的關係 他有多聽神的話 有多回應神的感動 因為如果人在聖宗呢 他是不會聽到神的聲音的 因為他在聖宗的時候 又沒有了聲了 現在聽不聽到 現在我聽到 是不是弱點 現在聽得好嗎 現在OK 現在OK 是吧 OK 好 好 那麼就 是呀 現在聽不清楚 清不清楚 OK 好 很重要的就是這個人和神的關係 他有多親近神、愛神 還有他有多處理罪 如果他的罪沒有處理的時候 就是難了和神的關係 然後就是他內心世界了 他有多注目在世界上的事啊 他的煩惱啊 他有很多人的認識 他都有一個特色的 有一個特色是什麼呢 他們一說話就說他的問題 是不斷地說的 並且是不聽別人的反應的 是一直說下去 我是基本上要接聽他 我說好了 我聽完你第一個問題 我想我們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才好嗎 那麼他才會停的 就是他那個思想呢 他經常都注目在他的問題上 有一道 Shel和你關了他的聲音 Shel你 我已經做了 是不是弄了你做連席主任 我刪了你 OK 好 那麼就 就是有些人他的思想 經常都被世界控制 他自然就很難聆聽到神的聲音 因為他根本是在他的煩惱裡面 時時的煩惱 越是在煩惱裡面的人 他的煩惱越大 他就越覺得煩惱很大 很難搞很難搞 很難處理啊 那樣子 那另外第三樣呢 就是他那個學習 專注祈禱的能力 專注祈禱啊 專注靈聖神啊 等候神的能力 因為呢有很多人祈禱呢 是很難專注的 那這個是 是幾方面的 第一他看不看重神啊 影響他會不會專注啊 第二呢就是他的罪啊 負面思想影響他的程度啊 那第三呢就是他的 就是學到專注祈禱的能力 就是因為有些人呢 他們是 那個思想都很 不能集中的 他祈禱很容易分心 那樣的時候呢 他是祈禱很難靈聰到神 因為他的思想 不得靈靈的 那這個是需要學習 靈靈和留意到 我們自己的聲音 和神的聲音的分別 因為神的聲音呢 就是很明顯呢 就是會帶領我們遵從神啊 帶領我們愛神啊 是屬神的 神的意念呢 是不屬神的 那但是呢 人的意念 那如果那個人很愛神呢 就 因為立志為是 行事都是神愛心念運行 如果屬神的人很愛神呢 他的心意都是和神的心意很接近的 那但是有些人呢 他的思想真是很 很被世界影響 那他那個 體重神的心很強 他的專注力很強的時候呢 他是會比較難些分辨了 難些分辨他自己的聲音 那譬如我講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我聽過有一個傳遂人呢 講一個信息 那個信息是什麼呢 姊妹們 如果你有信心 你個個都可以結婚 這個 我不知道他講錯了 是拿錯了 還是那個人真的這麼說 就是真的有人 在靈人派裡面呢 是有這樣說的 就是說你有信心呢 凡事都能 他就將他push到去 就是說呢 如果姊妹妹 你有信心呢 神一定為你預備 來結婚的配偶 這件事是很 神母的這樣答應的 神答應我們凡事都能 能的意思不是代表 我們個個都可以做百萬富翁啊 我們個個都能夠 我們想得到的 會得到的 而這個姊妹呢 她聽完這個信息呢 她就說 我要很有信心 我想結婚 然後她找我 她說我呢 很久的時間 我都很有信心 我可以結婚 但是始終我不能夠結婚 於是我現在對神呢 失去了信心 那我聽到我真的覺得 就是那個思想派給這件事 這個創意教導影響了 那以至呢 他就覺得呢 是 就是他當了那個是真理 就一定呢 就是有個人想結婚的 如果有信心一定會結婚 那這個是 就是他一個錯誤的觀念 在他心中呢 他分裂不了誰是真理的 就是什麼是真理的 於是呢 就給這件事控制 就不能夠聆聽到神的聲音 那這些都是 就是人的一些前設啊 影響啊 還有呢 那個專注的能力 咦 有一個意念彈出來啊 其實神的意念 有時候可以跟我們的意念混合的 就是有時候 我們有些事情想做 那神呢 感動我們 你放心去做吧 那神可以這樣的 那但是有時候呢 神會給一些 我們想都沒有想到的意念 比如說 有時候 那個人 他生氣了另一個人 他的心真的很生氣 很被那個人影響 但是聖靈感動他 你不要生氣他啦 那這個意念 本來的意念是相反的 但是合乎聖經的 那這個情況呢 有很大可能是 從神的意念 因為他本身 是想著生氣的人的嘛 而神的意念呢 就叫他不要生氣 那這個是違反他本來的意思的 那所以這個機會 合乎聖經呢 很大可能是出自神的 那就 而另外 弗洛比書二章十三節 那裏下面 第八點有講的 第八點那裏有講到 大家可以看回那個經文 第八點那裏呢 就是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唯要成就你的美 這個是 弗洛比書二章十三節 就是說呢 這個基督徒愛主的時候呢 他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他們運行 就是要成就神的美意 就是神運行的程度 以至呢 他裏面呢 是充滿了神的意念 那麽的時候呢 他根本時時都會領受到神的意念 那當然 是百分之一百的 就是不會說 這個人完全沒有任何錯誤的意念 但是如果他真的很愛神 他是大部分的意念 都是出自神的 那麽的時候呢 他那個和神的溝通 是會很強很通 很容易領受到神的意念 那麽我都講一講呢 就是一些實際的情況呢 就是 有時候人呢 是的而且確是給他的 一些前設觀念影響的 譬如呢 就是我都聽過有些人 說 某一個領袖 那麽呢 就 就是他和一個領袖一起合作的事 但是他侍奉的時候呢 那個領袖給他很多壓力 令到他很難受 就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逼他要怎麽做 怎麽做 那他在這個過程中呢 受很多傷害啊 很大壓力啊 覺得師父真是很辛苦啊 那麽的時候呢 這個領袖 他是 他是 是有心事奉神的 不過他已經入了一種信念在裡面 就是我一定要 更強烈的 做神的工作 這種 用人的方法 很強烈做神的工作呢 反而成為他的難處啊 就是 很多人來講 哇 他這麽熱心 那就應該很好啦 但是他用了人的方法 他要強迫那些人怎麽樣去做 給人很大的壓力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不是神的方法 因爲耶穌說我騙是用我擔心是輕省的 我會 神是會感動他的子民 我們就是教導人去看到神的尾線 那人就會有動力去親近神的 但是他用了人的方法的時候呢 他不知道啊 就變成他講的話 他做的事情呢 就很多都是出自他的聚性情論 就影響了他 就是他聆聽神 雖然他很有心事奉 但是呢 他收不到神的信息 他是經常收到他自己 我要怎麽做的信息 那這個就是 就是 都是影響我們聽到神的信息的一些的 一些的意見 那我們當我們越是用神的方法 就越不用擔心了 好 那我們現在這次呢 就看理賽書三十章二十節 那這裏呢講到 主須以艱難吸你喪餅 以困苦吸你喪水 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 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 你滑向左滑向右 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 這時正路要恨在其間 這個經文呢 是在舊約時代的 那就講到呢 你的教師 你會變成你的教師 你的教師不再隱藏 那這個可以說呢 這個強烈的應驗就是 在生約時代我們有聖靈 作為我們的教師 他開始這次經文就講到 主須以艱難吸你當成 就是在世上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艱難 那這些艱難因為 以色列人就不聽神的話 有很多艱難 那神就說 雖然有這些艱難 不過呢 神的教師呢 你會顯露 你們會看到他 你會聽他的聲音 那你滑向左滑向右 你會聽見後邊有聲音 或者是正路要恨在其間 那這個經文其實都告訴我們 在舊約的時候 神都會這樣跟人說話的 尤其是新約的時候 是會指引我們當行的路 很厲害 那大家看到這個經文 就是說 他形成教師 就是 聖靈教導我們 這個應該知道聖靈 聖靈會教導我們 而我們 在不同的 白向左滑右的時候 會聽到的聲音 這個呢 這個就不是第一種聲音 第一種聲音呢 就是指出我們 這個聲音呢 就是 告訴我們 這條正路 叫我們去走 這條正路 那這個就是說 基督徒是會聽到 神的聲音 指示我們當行的路 那這個經文本身 真是很簡單的 那 首先我問一下大家 大家會不會覺得 真是神的教師聖靈 是一路陪伴我們呢 這個 他要講到 那這個 漢見當然 可以指靈 你熊見 就是心靈 你看到你的教師 大家覺不覺得 聖靈真是陪伴我們 一路 帶領我們 教導他們呢 是啊 嗯嗯 OK 那大家可以 分享多一點點的 就是說 為什麼你覺得 聖靈是一路 這樣帶著我們呢 嗯 當聖靈在我們裡面的時候呢 他會 指引我們 走 不單止叫當行的路 他會是 嚴禮的 溫柔的教 當我做 當我是 崇復他 聽從神的說話 去做的時候呢 看到 還有 也感覺到 神那種喜悅的 那 如果我們呢 如果有時候我做一些 事情呢 是有些 報復性 想 整股人 想報復人 的時候呢 聖靈裡面呢 就是 可以送很 很大的 意念給我 不可以這樣做 想都不行 你連想都不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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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是的 OK 好 就是說聖靈會帶領 我想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在這個 就是我們 遵從神 或者離開罪 或者怎樣聽神的話 的地方呢 嗯 有些地方我們是會有掙扎 但是經過 一段時間掙扎 當我們 順服神 已經習慣了靈聽神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覺 那樣東西是很容易 我們會聽神的話 但是我用一個例子啦 譬如有個人呢 以前講大話的 但是他自從知道 講大話是神喜悅的 魔鬼是講大話的人的故 他知道這件事神很不喜歡 那麼他起初又掙扎 但是到後來呢 當他一有講大話的意念 他已經立刻覺得不對的 會比之前很多 甚至呢 有時候一出現講大話的意念 他立刻會說 這個事情我不要做了 那或者是 譬如傳呼音這樣 傳呼音其實 有些情況因為 好像 有些情況好像 好像有些困難 因為那個人 三不識七 就會講 會不會有些難了呢 那我自己 就是 我是很多年之前 開始 在車上 傳呼音 那時候就很大掙扎的 但是我就說 我祈禱 我說神啊 我是不是向旁邊那人傳呼音呢 那跟著 就有個意念 就是說呢 如果你不傳 他沒有機會聽到的 那我就放膽去 勇氣向他傳呼音 那 其實我們在 就是在我之後的日子 有時候有些情況 我都會掙扎的 在這個時候 有沒有可能會傳呼音呢 那但是呢 我越是經歷這些掙扎的時候 我就越快反應了 我越快會回應神 就是已經好像 順目慣了 就會習慣 很容易會聽神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些經歷 就是比以前是容易很多 甚至有些過程呢 甚至很快就會選擇 比如說 有時候有些人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我已經很快就選擇 立刻說 不要緊 他講的話 我不用在心上 就已經很快選擇了 大家有沒有這些經驗 就是很快聽這個教師的聲音 很快回應這個教師的聲音 去聽他的聲音 有的 試過是 有些人是不值得去原諒他的 但是呢 神他真的很多次提醒 要去寬恕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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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回 比特 就是覺得 基本上 這個人這麼過分 很排華 對中國人 是非常之不喜歡 就是 刻意去整股 你 傷害你 或者甚至乎 在眾人面前 去 恥笑你 其實這些 真的 不是 自己 如果靠自己一個人去 面對的話 是 根本上 是 不會理會他 最多就是不做這份工作 但是 就是 性靈反而引導 就是 你多點愛他 就是你用永遠的愛他 去愛他 他即使不可愛 如果你愛普通一個的 你值得愛的 你喜歡你的 那些 真的很容易 但是 你可不可以去到 連你不可愛的 你都去愛 就好像有耶穌基督的心 那樣 就是這樣的時候 自己就學習 多方便去看一看 他可能都很可憐的 至少就沒有父母 或者很多方面去看回他 所以就知道他 特別是 是針對一些華人 因為他一些的經歷 這樣 甚至乎 他也是有精神問題的 那你就 唯有原諒他 是不容易的 是很艱難的 因為他每天都是 我就是他的標靶 就是這樣 那我的問題是 會不會容易了 我現在的問題是 會不會 當我們選擇了一個 決定的時候 以後當有些人這樣 最好的時候 會不會快了 容易了 有時候甚至都不用想很多 馬上就會選擇 計較 是啊 這是習慣的 這個是 這個是習慣的 因為聖靈已經引導你 你準備上班 你面對他的時候 你就要先祈禱 那就祈禱 之後 感謝神 今天整件事 又沒有逼迫我這麼多了 感謝神 OK 沒有生過我這麼多了 是 是 多謝你的分享 OK 好 那我在這裡 我想說一點點 關於廣東話 因為有一個人 在寫那些問題的時候 他寫信復 寫了信復 那我想說 聖經是說 順復 順從 是沒有這個順字音 不過我都知道 都有 很多基督是說順復的 但是其實是 順 就是順從的順 是沒有順這個音的 不是順復 就是好像 順壽司的順復 而是我們順復神 這個就是 廣東話上 給大家知道 OK 好 那所以這裡我們知道 原來是神 作為教師聖 作為教師 一直跟我們講說話的 那我現在看第四個經文 説文篇2章17節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 或靈 挑冠 凡有血利的 你們的兒女 要說如言 你們的少年人 要見如像 老年人 要做義務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 挑冠 我的仆人 和侍女 他們就要說如言 這裏呢 一開始講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 挑冠 凡有血利的 這裏 講給我們聽 神 對於聖靈充滿 祂的心意是什麼 神對於基督徒被聖靈充滿的心意是什麼 而講出聖靈充滿的時候 的跡象是什麼 後面的跡象是什麼 後面的跡象是什麼 就是用經文答案可以的 經文裡面有講完答案的 她是要我們說如言的 即是將靈 挑冠我的暴人和侍女 他們就要說如言 所以就是 她想我們說如言 而那個現象是會 有些人就會說如言 有些人就會見異夢 有些人做異夢 有些人見異象 好 好 你跳了第二個部分 你跳了去就是 聖靈的工作的後果 這個就是對的 我第一個部分 就是神對於聖靈充滿的看法 第二個問題就是聖靈充滿的 他很想聖靈充滿我們 所有人 所有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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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有血氣可以解造全人類 也可以解造所有基督徒 那你覺得是說到什麼呢 是否神要聖靈充滿全人類呢 是否神要聖靈充滿所有基督徒呢 是否神要聖靈充滿所有基督徒呢 應該是基督徒 應該是基督徒 你講 我最喜歡聽你們的說話 謝謝 應該是基督徒 因為他說要僑貫我的仆人和屎女 OK 好 非常好 你會看到那些字眼 從字眼找答案 這個是我最想你做得到的 就是由經文 上下文一路 好了 這裡他講到呢 聖靈充滿的跡象 剛才你講了 是什麼呢 再數一次 聖靈充滿 就是怎樣是聖靈充滿呢 這裡的 嗯 這個跡象就是 說語言 建議像和做耳夢 是 你們講吧 現在聽到我的聲音吧 聽到 OK OK 聖靈充滿的跡象 的表現是什麼 這裡講到 說語言 建議像和做耳夢 OK 好 非常好 那這裡呢 就是這個呢 就是啟示性的工作 就是聖靈會做啟示性的工作 他會跟我們 他會跟我們 啟示我們 跟我們講說話 那 有些人呢 就會說 不是個個聖靈充滿的人都建議像做耳夢的喔 不是個個都說語言的喔 不是個個都收到這些信息的喔 我們怎麼回答他呢 我們怎麼回答他呢 其實呢 如果說到聖靈工作 另外在哥林德前書十二章也有說到聖靈的恩賜 聖靈恩賜講到知識的言語 智慧的言語 有信心 有醫病的恩賜 作先知 便結諸靈 說謊言 翻謊言 大家會留意到 那些聖靈的工作 還有這裡加起來 都是屬於比較什麼的工作 好 喂 聽到嗎 你們聽不聽到嗎 聽到 可不可以重複你剛才的問題 這支支聲音 是啊 我現在在看什麼聲音 為什麼 對不起 我先講到 根據這裡 《雪狼人傳》第二章十七節 還有《摩林德前書十二章》 講到《淑靈的恩賜》 在這裡我們看到聖靈的工作 包括什麼呢 屬於什麼類別呢 好像有教導 傳福音 使徒 分辨諸靈的恩賜 就是類別呢 就是類別 類別 就是類別 我先講到 是裝顯聖的工作 是裝顯聖的工作 什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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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我們看到聖靈的工作 是什麼類別呢 是裝顯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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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你找對方愛行異能 點別珠靈 說方言 這類的恩賜 我們叫做什麼 是靈恩嗎 超自然的恩賜 是 超自然的恩賜 靈恩 其實靈恩的字眼 是什麼呢 就是屬靈恩賜 就將它簡稱為靈因,不過很多時候人會稱它為靈因派 但是聖經其實是講到聖靈的恩慈,就是很多時候都會講到一些超戰 由救藥到新藥都是一樣的,譬如以西傑的書 是有講到神將以西傑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 然後見到以色列人所犯的罪,非來非去,又見到天上 以西傑又見到天上的那個情景,在靈界裡面的經歷是很難的 譬如以塞瓦也見到神的榮耀 摩西就經常一祝福祈禱,神的榮光就降臨了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特別的經歷的事情 而聖經講到神和摩西說話就好像人和人說話那樣的 那麼摩西上西冷山下來,又變了發光 而且他就四十宗夜不用吃了,所以說 這些都是一些超自然的經歷,以利沙就會見到神的天使在他周圍保護他 這些都是比較超自然的經歷,在舊藥裡面是有些人有的 但是在新藥就說,個個基督徒都有 那麼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這個超自然的,大家有沒有人想回應? 大家有沒有經歷聖靈充滿而帶有神識其事的能力去使用? 有沒有試過這個經驗? 或者領受神的特別的啟示有沒有這些經歷? 有,不過我想聽他們說多些 你不用等別人說,每一個都有馬上說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習慣,不要說我想別人說多些 個個都等別人說,就沒有人說 你一想到就馬上說,說到目的,簡而已經說了 那就等其他人說 是的,試過,因為我英文不是很厲害 我讀了小書,我英文不是很厲害的 神就要我跟一對外國人夫婦傳福音 當時是在自己做的工作崗位 因為我在賭場那裡做的,我是做咖啡的 因為由於那時候,當日很多客人做到自己 都覺得好像不能停止 但是聖靈突然之間跟我說 我想看一看你,就是你簡單說出那件事 你再繼續說吧,清靈 是的,聖靈要我,我要對這對外國人夫婦傳福音 但是那時候很忙,我就抱著心態說 不要了那麼多人,就是怎麼做 後來那個場景,就立刻幫你改變整個環境 沒有了那些客人,沒有了那些客人 那你那時候的心,就是要你走出去 沒有辦法,你就唯有走出去 走出去,因為你自己不懂英文 你說什麼,就說最厲害的一句 嗨,怎麼不知道那對外國人夫婦 就開始跟我說說話 而是否要說完呢,簡單說 你已經簡單說了 總之你就是向他傳福音 在一個不可能的情況之下 神就為你開路,這個就是我意思的 就是本來都是很無緣的 但是神在那時候給他們機會 是啊 OK,好,還有沒有人想分享 就是你超自然的經歷 我想分享 每次跟別人祈禱的時候 都會聖靈感動我 那個人的心靈狀態 還有他的需要 還有神要跟他說的話 嗯嗯嗯,OK,OK 就是就是聲明向你說話 帶領你 是啊 是的 有是醫治 我在過馬路的時候 見到一個舊朋友 我問他什麼事 他說買痴瘡膏 我說那為什麼你不祈禱 於是我就在過馬路的時候 幫他祈禱 祈禱完肚之後回家 他說那個痴瘡好 高都沒有打開過 是的 謝謝 這個就是醫治的恩賜 醫治的恩賜 其實是很多時候可以出現的 醫治的恩賜 為什麼呢 因為人很多時候有病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有機會去為病 那就可以經歷到醫治 這個就是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經歷到的 OK 還有沒有人分享 哦 就是他就 我看了他 我看了他 接著心裡面 你都溜溜溜溜溜 就是聲明太陽 我走過去跟他打招呼 接著我跟他打完招呼 今天跟他一起走 走到前面那裡 你覺得他痴瘡 你覺得他病 你覺得他不舒服 心患 接著我說 我跟你祈禱 那一刻祈禱 我不知道怎麼講的 就是我做新年大節 都同意祈禱 他說 多謝你跟我祈禱 我現在沒事了 他說 不暈了 走到了 好 感謝主 多謝你的分享 就是說 其實當我們經歷聖靈的時候 神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向我們講說話 而神跡 就是醫治那些 就比較多見一點的 這個就是我 在我 就是跟一些人交往的時候 發覺經歷聖靈的人 那個醫治是比較多的 第二就是 會有聖靈的感動和大力 但其實這個東西呢 是不是聖靈充滿都有的 不過就是 是頻密了的 是多過 被未曾經歷聖靈充滿的時候 所以這個 聖經的意思呢 就是說 基督徒神是想 過基督徒都能夠聽到他的聲音 能夠呢 見到異常 而我們每一個人的層次是不同的 就是有些人會見得更多 有些人會比較少 但是呢 我們就看到這件事是有發生的 雖然每一個人的程度不同 也有時候有些人 他的困難難了 以至他 不是那麼容易聽到整個聲音 因為他不太聽話 但是如果 但是 聽話基督徒 都不是個個有同樣的恩賜的 就是有些人呢 他是很強烈 聆聽到聖靈的聲音 有神的意念的 這些是我 真是很真實經歷到的 我在 就是我接觸不同的 基督徒的時候呢 我是 是很明顯看到一些人 很強烈的這個恩賜的 那我很簡單地說一些 就是比較強烈的 知識而言的恩賜 我那時候呢 我曾經是 因為 我經歷性充滿 就被教會逼迫 而在那時候呢 有一次的聚會 我參加一個聚會的時候 有一個人 他不認識我的 他就 我當時 我是跟一個傳統人聊天 他又認識那個傳統人 他又不認識我 但是他跟那個傳統人聊天 接著我又在一起 就是三個人又聊天 然後他呢 就直接跟我說 他說 我想一間跟你 為你祈禱 我說 好啊 那他祈禱呢 他就即時說 他說你現在面對著很大的迫白 有些人呢 現在呢 是針對著你 那就是說 你需要很多的討論去支持 這個就是一個完全不認識我的人呢 他馬上講出這個情況 那另外一個情況呢 就是 當時我參加一個 詩詩很出名的 詩詩呢 他已經離世了 就叫劉足邨律師 那時候他在 烏溪沙呢 就有一個聚會 我去參加 聚會完之後呢 就他為那些人騎鬥 就有很多人排隊的 那他每個人呢 只是一瞬間而已 當他一輪到我的時候 他也是說 一群群的人現在都在攻擊人 那你需要 討告 然後 靠著實際的聚會 那這兩個人都是 完全不知道我的情況 那也都有人呢 是 他 在一次一個聚會 有個人跟我 其實那個主領的人 就跟我說 你出來吧 那出來之後他就說 你將來會去到列國 在那時候來講 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呢 我是 我之前離世的太太 是不想 就是他 他 他不會想我四位 去的 他想我是 停留一個地方 木會的 所以當時來講 我覺得很困難 雖然我有這個心 那但是呢 後來我現在是有自由 去到不同的國家 那所以這個 當時他講的 預言呢 是真的應變了 這個就是 我講經歷的 那而我自己 雖然我就不是見到 異象 但是我祈禱呢 很多時候都領受到神 給我的意念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每個人領受的異象 是有不同的程度 但是神是會跟我們說話 而我們越是安靜 就越能夠聆聽到神的聲音的 還有神也都會帶來神職性的 就是醫治啊 還有各樣的異能啊 辯別諸靈啊 這些都是我常見的 就是我曾經認識到有人呢 他一看到一些人 他已經馬上知道他身上有邪靈 還有知道是什麼影響他有邪靈 那這些都是我親眼看到的 就是有很多神職都是很驚訝 當我看到的時候 譬如我試過 有一個人 我教會的姊妹 她進了醫院 就是 就先領威姊妹所說的 有痔瘡 那那些人 那些病人都看到她 經常都要坐水埗 那我跟她祈禱之後呢 我走了 跟著她呢 她就坐在椅子那裡看電視 那些人說 你現在不用坐水埗嗎 她坐了一輪椅子都忘記了 然後她說 咦 現在沒事了 那其實 也有很多次不同的情況 神是做很奇妙的事情 其中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一個癌症 就即時康復了 這些都是神會用的 所以 從這裡我們看到神是想 將她的靈 挑冠煩有血氣的 不過很可惜就是 很多教會 是對於聖靈充滿 不夠接受 也都 我又很可惜就是 很多人呢 他們聖靈充滿之後呢 他又不是很看重聖經 變了呢 就造成一種的 分化的因素 還有有些教導呢 是聖經沒有講的 他們就很強調 比如說 經常都講到 魔鬼的攻擊 令很多人很害怕 這些我都覺得 不是神想我們這樣 神想我們多些 用和平的方法 去把聖靈工作介紹給人 就是神這樣工作 有很多人介紹聖靈工作的時候 說我講謊言 那對於一個 沒有經歷的人來說 是 可以說 沒有什麼意思的 你說謊言 那就是怎樣呢 有什麼作用呢 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但是反而我們說 我們幫到人 我們祈禱 那些人得意志 他們生命改變 他們更加愛神 那這件事情 他們就會覺得很實際的 現在合乎聖經 聖經有講 那方言都是聖經有講的 不過 我們要知道 方言是造就自己的 那我們就 告訴他 會造就他 那所以我們就分辨 怎樣去分享 主要就是神的心意 是想他的兒女都地聖年充滿 並且這個聖年充滿是有跡象的 而聖經講到呢 就是有這些 聽到神的聲音啊 就是我們呢 就是我們呢 就去强調我們生命的改變 我們經歷聖靈之後生命的改變 帶來傳呼音和更新靈 去祝福 這些神跡歧視 我們都好像馬虎呼音二十六章那裡講到 就是用神跡隨著 證實所存的道 神跡的目的就是證實所存的道 是 聽不到 武師聽不到 現在可以了 現在可以了 不知道為何能拆到他跟著的聲音 OK 所以呢 大家聽完之後 就是說 聖年充滿是會叫我們聽到神的聲音 我們可以了 這件事對我們生命的事 也有幫助 還有各樣的神跡歧視 這個都是神的心意來的 大家有沒有問題或者是 關於這些方面 有 我有幾條問題 牧師 第一條問題呢 針對回剛剛 以錯學書三十章 不是 那裡說 不是那裡 是少年誤人 你的兒女要見 說語言 那章 那我聽過有傳道人說 咦 沒有了中年人 那 那 他的意思呢 就是說 其實中年人 是錯誤了 那 但是剛才我們說 所有基督徒 都可以是 聖年充滿的 那 那 牧師你怎樣看 就是 看呢 第二條問題呢 就是 恩賜 是不是可以求的呢 第三條問題就是 其實我也有祈禱呢 醫治我自己 那個腰骨的 但是 又沒有好花朗 那 是的 想知道一下為什麼 第一個問題 是不是 我聽完第三個問題 忘記了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中年 沒有了 沒有了中年人 這樣 OK 首先 他的經文是講到 蕭蕃煩有血液的 那 所以其實已經是包括所有人 那 他講少年人和老年人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這個只是語言上的 就是 他可以 再把它分開 但是也可以說少年人和老年人 就是其實包括兩個群組 就是這個群組 看看他幾歲 幾歲而已 就是說 其實所有人都有的 就是 我覺得 因為他之前那裏 煩有血氣的 所以已經包括在內 就是不需要針灸 就是 計較 到底是不是中年人 撕收了呢 我就覺得 我碰到那裏 碰到那裏 碰到那裏 他都 OK 好 繼續 你說回第二條 那個問題 最好你們問問題 你不要問三條 你問一條 我答了一條 就是問題 好啊 好啊 好第二條 就是 恩氏是不是可以求的呢 在馬可福音十六章呢 第十七節那裏呢 就說到信的人都有神的隨便 他們就是奉安 說鬼 然後呢 說新方言 後來就說到手腕病人 舊必好 這裏呢 就說到信的人都有神的其事 所以這裏呢 是說到 個個基督徒被聖靈充滿 都可以 其實不一定是聖靈充滿的 是信就會有的了 反正是信的 不過聖靈充滿是會加強的 很明顯是會加強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有些恩賜是很universal的 就是個個都可以為人當首基督 個個都可以呢 趕鬼 那有些人是特別強的 譬如很明顯先知的恩賜 有些人是特別強的 有些人是小的 那這個是 就是有些人就會覺得 操練是會幫助的 那這個肯定會有幫助的 但是的而且確有些人呢 他是 就是有些先知都是講的 他們開始有這個先知恩賜的時候 是很簡單的 就是他們 有時候我們做了很多他的動作 都得不到的 那所以這個我是覺得 人是有他神給他天生的恩賜 是有些是特別強的 有一方面的 譬如醫治恩賜有些人是特別強的 聖靈的恩膏有些人是特別強的 領受先知聖也有些人是特別強的 但是依然是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有 那譬如 那譬如醫治恩賜二章十七指 這裏講到是 都是會可以說而言 建議長作而言論 就是 就是個個都可以有的 不過很明顯是有強弱的 手按病人 病人就變好了 也都是有不同的恩賜 程度的 還有趕鬼也都是很明顯有不同的 所以 我們個個都有 有些的恩賜 但是呢 有些人是特別強一點的 我就會這樣說 而我們多親近神 還有用多些時間去學護神 是可以有更強的恩賜 OK 第三個 這裏答了你沒有 第二條是答了 你說有些恩賜是可以操練 但是是不是有些是不行的呢 譬如行義能啊 治病啊 這些 是不是不行的呢 治病是個個都有的 因為在 《馬可福音》十六章 十七十八節那裏 就是信的人都有神 益除了他們 就包括手按病人 病人就變好了 所以是 個個基督徒都有的 不過有強有弱的 好的 那我自己為自己奇的時候 不得醫治啦 那就是說我是很弱老 還是沒有信心呢 都是 這件事呢 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的 就是有一個人 得醫治 他為別人 其實可以得醫治 自己不得醫治 譬如很簡單 寶羅 他呢初次傳呼 去加勒泰是因為他有病 而呢 他的同工 提摩泰 以巴伏提 特朗非摩 都曾經有病 是保留在書信裡提及的 那所以呢 聖靈充滿的 不代表沒有病 但我們又的確是有神的醫治 但為什麼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不行呢 我們 就是我們不知道答案 聖經是沒有給答案的 那我們就只是接受這樣 而很出名的中國傳道人 宋上節 他就是 那個祈禱的醫治 是很強勁的 那在 有不同的人 在網上都有講出 因為那些人 其實有 很多人已經死了 那就講出 以前在聖上節的時候 他所經歷的事情 那他講到什麼呢 其中有一個 有人講到呢 就說他進入那個房 就是聖上節為人家的房 他說他進去的時候呢 他感覺好像有煙雲在那裡 就好像 就是 好像聖經所講的 聖電 變制 聖電的時候呢 是有煙雲神的榮 要充滿 這個在歷代至上帝 五章那裡講到呢 就以至一百二十個祭司 一百二十個祭司 不能暫立公職 都是講到神 很強烈的存在 是可以帶來 那麼強烈的 就是有煙雲 而 宋上節 其實那個房 就是有人說 就好像有煙雲在那裡 而那些人很大的醫治 不過宋上節自己是病死的 他是 他是 這個 痔瘡 那他就一直都不肯休息 那結果呢 流血的程度越來越重 最後他是 就是 就是 變輕而死的 所以這些是我們不明白 但是我們 照樣依靠神 身近神 而是 我們會為人祈禱 我們都不擔保人一定會得醫治 但是我們為人祈禱 而真是有人得醫治 也都有人得醫治 這個就是 我從聖經得到的答案 明白 謝謝牧師 我請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我現在的腰骨 那個痛那裡 但是有時候 那個腳裡有時候 粗筋的 好像筋筋 拔著那樣 很痛 我自己要 感受我祈禱 但是我 我那一陣子真的 真的 我自己身上很多 祈禱都可以 所以我現在 我自己信心一律一帶 我無提醫生 還有我自己現在 有那個癌症 剛剛前面 我自己都按照片上去祈禱 就是用那個神的懷疑 可以跟自己祈禱 祈禱 但是我自己一路一路健康 我自己一路一路健康 我現在一路一路健康 我現在都在經歷著神的大能 好 謝謝牧師 還有我試過 我試過 那個 買到的那些財牙財 放了兩天 就黃了 就來開始 嘗嘗嘗嘗 然後我手 拿著 我就想一下 那個幾分鐘 要不要呢 要不要呢 自己那個 就這樣問我 想丟一下 然後你能不能 那個爆出 那個牙出來 那個新牙種出來 那個牙財 我試過 到我家 新牙獎出來 就是牙財 今天那種牙財 我就放在宿櫃 我放了兩天 好像 膩膩的 很黃黃的 那我就 要不要你 要不要你 那幾分鐘 他就 他就 那個心 那個牙那裡 爆出來 然後他自己拿去吃 試過 就沒多久 我一陣子 很感恩 好 就是說你的芽菜 喂喂 聽到嗎? 是 聽到 我聽到你講 我芽菜放在宿櫃 放了兩三天後 黃造的了 我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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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芽菜黃了 不過呢 你是不是祈禱啊? 因為你只看見它 就自己有芽菜出來 我手這樣拿著 我一會拿著 要不要你 要不要你這樣 然後那一分鐘就爆出那個生芽 OK 就是說 看到它有生芽出來 就是好像不可能的事情 OK 好 是不是還有一個人在這裡想說話 這個我聽到了 我們聽到了 有人想說話 但是聲音又轉了 葉牧師 我想說 我想問 因為剛才你講到那個聖靈窖掛 但是因為 是的 我想到有一個問題 有時候 就是其他的基督徒都會問 你現在教會是傳統教會 還是靈恩教會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香港呢 分一個是傳統教會 一個是靈恩教會 我應該怎麼回答呢 因為我 真是有兩個教會 我以前的教會 我覺得是比較傳統一些 但是其他人都會有聖靈 都是照著神的話是行 我覺得是連面剛強一些 但是我來這個都算是靈恩 就是新的教會是靈恩的 但是我覺得很多呢 就是不是說彰顯這麼厲害 就是不會比聖靈彰顯 就是連恩這麼厲害 因為很多弟兄姊妹 我教會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都是很小部分的彰顯 但是人家通常我是出去問 有些基督徒 就是大家的弟兄姊妹 就是其他教會 他們會問你是哪個教會 你教會是否連恩教會 還是傳統教會 我真是不知道怎麼回答 OK 好 我自己的教導 其實是傳統教會是可以接受的 我的教導 在講聖經 他們會見到我是聖經 是解釋聖經的 那我是經歷聖年充滿的 我在聖年中運作的 不過呢 我又對於靈恩派的一些做法 我是不接受的 即是那些聖經沒有說的 那些我不接受 我不是一定判定它是錯的 不過呢聖經是沒有這麼說 這麼做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神是想我們做的 他應該在聖經裡面說的 而聖經是沒有這麼說的時候 我覺得是 即是 我自己就選擇 是用這些方法 那譬如有些人呢 譬如說家族就做 即是很強調這件事的 經常都要清理家族就做 但是我在聖經呢 是看不到那個支持的 譬如說 其實說 追討他的罪 自負及此 直到三四代 不是講到家族就做的 因為只是講到神的追討 而講到呢 愛神 遵守神戒命的人 就會祝福他 直到千代 那如果這樣就是說 就算他父母有罪 他愛神 遵從神呢 神都會祝福他 所以 根本就不會有家族就做 但是呢 如果他家族犯偶像 他又不脫離這些偶像的勢力 他可以給這些家族的就做影響 但是就不是說 即是他愛神就沒有的 他愛神 遵從神 這些就做就可以脫離 那如果他真的身上有邪靈 可以趕的 趕了呢 就不用說 哎呀 有些人就會覺得這樣的 趕了之後呢 還是會有家族就做的 你要逐個逐個去清理 你才會 才會脫離這些就做 那這些就是靈欣派裡面 很多時候的做法 那這些是我不認同的 所以你問我是不是靈欣派 我就不是 我不是說我是靈欣派 我是聖年充滿 我是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聖經有講的 就是按手祈禱 帶領人愛滅神 用心靈成立敬拜 就可以經歷神的工作 又有神跡其事發生 那這些都是聖經所說的 所以你問我是不是靈欣派 我說不是 但是我是聖年充滿 我就是這樣說 我就是聖年充滿 那但是 因為有時候有人問你呢 他的意思呢 就判斷你是不是去寧欣派教會 那接著他就說 寧欣派教會不要去啊 或者你去寧欣派教會 我也不想去了 有些人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真的造成 教會裡面的很大的分歧 就因為這件事對立 那也都呢 在初期的寧欣運動 和五巡節運動的時候 是有些人做的事情不是那麼好的 譬如有些人就會說 就說呢 你們沒有講謊言 你們就 不能去天堂 有些 這個簡直是符合聖經 還有他們很著重廣謊言 就是 廣謊言是好的 不過他們經常用講謊言 作為一個界定 我就 不覺得 試圖呢 就是 講到他們呢 是用謊言來做界定 謊言是其中一個彰顯之一 但是 他的界定反而是 他有能力成功 和他帶來很多病人 在以前 就是帶來的幫助 不是他講謊言 那他有講謊言是好的 不過呢 聖經就不在那裏 就是不在那裏 去那些地方講 我講謊言的 他就不會這樣講的 他雖然在 多麽多前十四章 他有講 我說謊言比你更多 但是他 在傳道的時候 他沒有講到這件事 那所以這個 這件事不是要你 就是我們 強調那個分別 應該強調的就是 聖靈充滿帶來的益處 對於傳福音 對於更新人靈靈的幫助 我覺得應該是 這樣 所以 我就說 我不是 是 零一派 不過有些人一聽到 有些字 就已經抗拒了 甚至有些人還會這樣 一講到敬敗讚美 他已經覺得是零一派的了 就是有些人是這樣 不過現在已經多些教會 接受 就是覺得 敬敗讚美沒問題 那也有些教會很極端的 就是 在網上就說 這些所有聖靈充滿的 都是邪靈充滿的 那我跟這個牧師 聽說 他總是不肯 他總是不肯面對 我說 我說 我的經歷 全部帶來好的經歷 那些邪靈 有邪靈的那些人 我們看到有邪靈的人 跟他說邪靈 他是即時 是會有反應的 身體會有反應 他立刻 他不能夠控制他自己的 我們讚美耶穌 不斷讚美耶穌 那些有邪靈的人是頂不順的 但是我們是很歡喜快樂的 那麼我們怎麼會是邪靈充滿呢 他又不回答我這些 他只是講到那些彰顯 就是邪靈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有些 那些 造成一些分化 就是很可惜的情況 OK 所以你怎麼回答呢 我就覺得 你不只是回答他 我是不是靈音派這個傳統教會 因為很多人就會這樣分開 那你覺得 聖經裡面講 聖靈有什麼工作呢 那如果講開這件事呢 就有另一個問題 因為有一個叫 恩賜宗子論 恩賜宗子論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今天已經沒有這些恩賜的了 是初期教會有證明他們是 從神而來 經過了初期教會已經沒有了 那麼他的根據經文是什麼呢 是哥倫多前書第十三章 那裡講到呢 我們現在呢 好像對著鏡子看 因為他們那些鏡子 在那時候是玻璃的 是用一些金屬啊 一些銅啊 磨到它滑了 做鏡子 所以是模糊的 他說將來我們就面對面了 現在呢 就好像小孩子 將來就長大了 那麼呢 就 那時候呢 就不再有 知識不再 不再 不再有了 還有這個謊言 都不再有了 那麼他們就說呢 這個呢 就是 在新約聖經 全部啟示之後 就沒有了 但是 古來在哥倫多前書十四章 很清楚說到 不要禁止謊言 十二章說到那些熟靈的恩賜 他並沒有說到會停止 那些醫病的恩賜 核義能的恩賜 先知的恩賜 辨別諸靈 說謊言 翻謊言的恩賜 都沒有說到會停止 那而在馬可十六章呢 第十二節說到 你要往保天下去全方 就是 在美國的軍事上 與法律上的 也不再有 所以 這些經文都沒有支持了 是停止的 而 《哥倫多前書十三章》 我會說到 將來的時候 天上再沒有方言 是說到現在 知識有終必歸於無有 說方言之能也 終必歸於無有 是講到將來 但是他們就會講到是生若啟示而不 那這個是 就算蘇永治牧師有一次他都講 他說這個經文這樣解釋是有堅強的 就是這樣來支持這個恩賜忠子論 因為你這樣給他看這個經文 《聖經》有講到 傳呼音的時候都會有神跡歧視的 那你怎麼看這個經文呢 那他們都不特別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義牧師你好 我有個問題想問 關於這個超自然的恩賜和聖靈的工作 我想問 是否需要特別去學武作為一個基督徒 但是我自己心裏面是有學武的 我先說一下自己的情況 但是我沒有這件事 看不到有的 那我就在想 我需不需要特別去追求呢 還是呢 或者用很多時間去為這件事去祈禱呢 這是第一 如果你說祈禱都求你恩賜都不需要刻意的 就是可能我只需要祈禱一次或者兩次 那上帝會按他的時候給我 那我就可能我就會直接這樣做 就不需要用很多時間去追求恩賜 而是用更多時間去追求 在神裡面的心靈 被建立 就是追求恩賜 就是追求恩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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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想看看你有什麼看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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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來講呢 我覺得不是求恩賜 是親近神 親近神 愛神 還有有心去給神使用 神就會賜給我們需要的恩賜 我們不需要特別說 神 我需要這個恩賜 因為神知道的嘛 神將我們心裡 神為我預命 我們眼睛未能看見 耳朵未能聽見 人心未能想到的 當我們沒有去神的時候 所以我就 你向神去講 我想這個恩賜沒有問題 其實你還沒講 神已經知道了 比如你說 我很想祈禱那些人得意志 很想有這個能力為人祈禱 可以經歷神的工作 神已經知道的了 我們去親近神 我們向神講了一次 祂已經知道了 祂在適當的時候 祂會賜給我們 而我覺得呢 恩賜很重要的 在運作的時候 我們才發覺祂的真實的存在 那我自己的經歷 我就發覺呢 凡是那些群體渴霧 而呢 那些人不是好像 習慣勝了這個聖靈的聚會 就是有些人是習慣了的 習慣了聖靈的聚會 那他們只是每次追求 有沒有再厲害一點啊 厲害一點啊 這個不是我們 即是有些人就會這樣的 總是想追求 厲害一點 厲害一點 這個不是神想我們的心 神想我們的心 是我們經歷聖靈 我們怎樣去運用 怎樣去使用這些恩賜 那我自己的經歷呢 就是 尤其在去宣教的地方呢 還有呢 有時候有些群體呢 它很渴望呢 很明顯聖靈的工作是更加強力的 這個是我時常見到的 在宣教尤其是特別的 那些地方 他們少有人地去做到 他們也都是可能情況有點噴嚏 那他們就會更加渴望 那就是我自己 在我經歷聖靈聖靈聖會之後呢 我去過那些宣教會的時候呢 我真的很驚訝 神聖靈聖創 那而我其中呢 帶過兩個弟兄姊妹去 那他們呢 在本教會的時候呢 其中是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彰顯的 但是去到那個聚會的時候呢 也都有時候 是那幫人一起搭念 這要oric Explorer 那他們很多人呢 就經歷聖靈聖靈 經歷神科能力 經歷神科醫治 就是 我們親眼看到的 是 很明顯很強力的 那所以這個都是 我就說 是有機會去宣教的時候 或者是有些需要的人 我們為祈禱 有心去傳福音 有心去建立靈靈的事情 那他們會見到更多神職彼絲發生的 但是我們譬如說渴露神,在一個安靜的情況下渴露神去靈聖神,去思想神的話,與思想神的心意在我心中,神想我做什麼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也更加容易收到神,給我們的帶領,即是有這個心的時候,神就更加靈職。 好,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有啊,很好啊,我覺得你幫我的焦點,再對正在學露神那裡。 也都相信上帝會,當你需要用藥這個東西的時候,這個東西就會加下來。 是的,我覺得這個焦點是對的,也很棒。 多謝義牧師。 因為都看到實際的情況,現實就是真的,這個東西在運用這個恩賜人是相對少的。 或者我們更多只是在特會上去見到的。 這樣吧。 對比起,譬如昨晚說的,就是聽到神的聲音,那個就比較普遍一些。 但是為什麼這些東西這麼稀少呢? 是否要怎樣一個人的,就是稀少一些。 譬如進入這個超自然恩賜服侍的人,是真的少一些的。 就是我見到是,是身邊沒有什麼多這些人的。 就是不多的,真的不多。 或者真是想找真是少,譬如我想找一個有一個預言的恩賜人,跟我預言一下。 都覺得很難找的。 是的。 我最主要想問,其實是否要有什麼特質的基督徒呢? 或者他才能夠進入這個領域呢? 是的,這個就是我的問題了。 或者你的經驗,或者你了解那些有運用這些超自然恩賜的基督徒。 他的生命和一般的基督徒。 是的。 會有什麼不同呢? 或者是有什麼秘訣呢? 能夠可以被神使用更多? 是的。 通常,如果你說到先知性,那些人強烈都是, 通常他們真的用這個時間打到神, 去留意性能有這麼多。 一路在親近神的時候,都留意聖靈怎麼帶領他。 這個是多數我們看到的情況。 我又覺得呢,有一件事很有幫助, 集體的聖靈充滿的祈禱。 就是怎麼樣呢? 集體不只是誤性的祈禱。 是集體的愛慕神,讚美神,歡喜神,喜歡神。 這種的祈禱呢? 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神的同在和能力是更強烈, 進入人的心中的。 就會有更多的神跡歧視發生的。 就是當人更多這樣做法的時候呢, 還有就是我所說的, 宣教的情況呢, 在, 就是我曾經為那些人祈禱呢, 其實有很多人都有見證, 就是他們為人祈禱又有經歷過。 義牧師, 是, 我是啊, 我想呢, 我想分享。 我現在回答, 你等我講完再回答。 好啊,好。 OK。 嗯, 就是說呢, 我們, 的確是看到很多人呢, 是他們經歷到神的工作, 是, 是, 當我們在, 嗯, 譬如我們以前的教會, 時事和訓練, 他們去為人祈禱, 那他們又真的時事為人祈禱, 那他們就很多見證, 說他們怎樣得意, 那這個都是我們常常有的經歷, 那不少見的, 就是, 在我見到的範圍呢, 我是不少見這些神的其事的, 那所以, 我就回答你就是, 可能你, 其實你多些來和我們一起祈禱啊, 又多些在這個運作之中啊, 多些有信心, 神可以賜給我們能力的為祈禱, 當你多些在這種運作的情況之下呢, 應該是會更多見到神的其事的, 那,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鎖匙, 我自己發覺就是, 心靈性實境態, 不要, 只是口說啊, 那我, 嗯, 就是我曾經參加一些聖靈的聚會, 那些人都在那裡愛佛神向, 那, 那有時候呢, 就有些人呢, 他是, 啊, 是, 可以說是很傳統的, 他很傳統的方式祈禱, 一進來呢, 是很destructive的, 就是, 怎樣是destructive呢, 我認給你聽, 就是, 大家都在那裡, 啊,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耶穌真是好了, 我耶穌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了, 就有個進來, 他就在那裡祈禱, 真愛天父, 就幫助我們更加經歷你, 你幫助我們更加聽你說, 你使用我們的生命, 他就在那裡祈求, 我真的覺得他在旁邊, 是很, 很, 和我們周圍的祈禱, 那個心態是很不同的, 他就是在那裡講一講, 講給神聽, 但是他講的時候呢, 他就覺得他的心未到, 那所以這個, 這個祈禱就是說, 只是在那裡求呢, 是不容易經歷到的, 但是如果當他多愛慕神的時候, 多感激神的時候呢, 他是更加容易經歷到神, 這個是我看到的情況, 但是我不是說, 啊, 那些人, 只能這樣祈禱就一定不行, 就不是一定的, 就是, 不過我只是覺得, 有些人是因為他很注目, 在他的困難, 是比較難經歷神的, 好, 多謝耳牧師。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回答? 沒事啊,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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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你這麼說, 就是, 就是, 每一個人呢, 那個, 經歷神, 還有, 就是比喻同一個, 都是經歷不同的, 兩受不同的, 就是, 我都是認同的, 就是, 我自己呢, 很大, 就是, 感受到, 就是, 現在我的, 教會裡面呢, 就是, 都要討個回憶去, 經歷神明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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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有些, 好像, 不太相信了, 他沒有, 沒有那個, 就是, 纏然去, 去相信, 還有, 打開那個心,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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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零就一雷一月弱 一雷一感受到 比例打比例19號那天 那天我教會要洗腦 今天完了之後我清潔 清潔你打後你一陣子很黑曬天 你盡量你只是講那個重點 不要講講詳細的情況 只是那個重點 重點就是他們難一點經歷 或者抗拒 是啊 是的 他有些難一點經歷 只有他有些不太相信 有些你不敢打開那些心 就是說這麼渴慕 這麼渴慕的心 OK OK 這個就是一個實際的情況 我就看到很大的對比 你說得對 OK OK 而且我在教會裡面 我那個零你拉了一一 那個什麼呢 就是很 所用的很多那些 是啊 好不好 就是這樣 就是你說的這些 我真的很大的感受 OK OK 我很大 我們又不要跟他們敵對 我們都是去想辦法幫助他們 但是呢 就很敵對 也都跟他們說的時候就不要說你不救你不到 那麼他們是很抗拒的 就反而說 譬如說 你想不想經歷神更多啊 就是用信聞的方法 就不是用批判的方法 希望他們會有些會有個心想經歷更多 我就是在一些位置 和那些大兄姐妹 什麼位置 就是現在 我的教會改變了 就是我 經常 每個星期都有一次 那個聖靈呢 就是 聖靈那個敬拜啊 就是要等候神啊 怎樣去位置 但是我的靈很快就收到很清晰、很享受 但是有些大兄姊妹教會 在一起縮過八個 他有些手沒有什麼 我那個靈就強了 有時候我聽廣道的時候 反應很大 他就有很多聲音出來 你最後那兩句我聽不清楚 什麼很大什麼? 他有很多聲音 比如那個 禮拜日順拜 他敬拜 請到的 講到一些聖靈 你講重不重 有時候我就會反應大 會申請 敬拜的時候 敬拜 那個靈很弱 你會跳 他就有很多說話 投訴我 在武士面前投訴我 OK 如果你說的是彰顯 或者你的反應 這件事是可以控制的 這件事跟聖靈通 會未必有直接關係的 因為你習慣了好表達 這個 比如那個群體 如果你是仍然參加一個 比較傳統的教會 你就不要在那個教會那裡 大聲Amen 因為你大聲Amen 不代表你是很聖靈充滿的 你的裡面聖靈充滿 你不用一定要大聲跳 笑 不是一定要有這些表現的 聖靈充滿是 在那個靈裡面能夠隨時經歷神的同在 你可以一樣很安靜 但是那個靈很投入 所以不要把外面的彰顯 判斷為 這個就是代表性能充滿 你有反應是好的 不過你要看群體 就是你在我們的群體 你怎樣反應 我們都不會計較 但是有些群體會計較 那你就要分裂 分裂你在什麼群體 你就做適合的事情 你拿得到我的意思 我現在不是 現在自己要小心 就是 是不是這樣 我去到一些傳統教會 我不會開聲 我也不需要任何人 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 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 是 其實聖靈充滿 你的內心是有一種很謙卑的 你的心裡面知道 你如果 就是和神關係很好 充滿 你更加謙卑 你更加 所做的動作 不是做給別人看的 你的一舉一動 你的唱歌 你的讚美 你只是全身全意敬拜神的 裡面很警醒的 靈很警醒的 我們經歷就是這樣 你會很警醒 你會很警醒 靈很警醒 你所做出的事 人家看到你 是看到你的神的同在 人家親口告訴你 自己又會表現出你的讚美 各方面 向神的 很自然地流露 這些就是靈裡面的警醒 小身都有邪靈的 原來邪靈 都是給你一種很舒服 很享受的感覺 我以前不知道 那我呢 因為這陣子之後 他經常把很舒服 神很同在的感覺 放在我身裏 然後我跟神說 我神說 這個不是從你而來 你拿走它 馬上就沒有了 他給你很舒服 很親密的感覺 所以很警醒 我覺得 你所說的 你所說的 我是會質疑的 如果你身上 你會有很平安舒服的感覺 當你親近神的時候 你又說 這個是不是邪靡的 跟著沒有了 不是一定是這樣的 不是的 就是它放進去那種思想 我說是以前不是現在 我說是以前經歷的 就是現在 它有一種在裡面 我會立刻祈禱 甚至立刻就拿走 沒有了那種舒服的感覺 因為發達 我覺得它 因為我曾經也有 那種舒服的感覺 這種享受 追求這種享受 現在警醒了 是的 都要很警醒 我覺得是 但是每次都有 但是每次都會跟著 那種 師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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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我說 你說出你個人的看法 但是我想說 當我們是愛慕神的時候,有平安、興風、舒服,不代表就是邪靈 就是我們警醒是我們整個生命是不是跟從神 就不要當了你,因為你憑一個經歷,你自己說 這個是不是出於神,是邪靈,然後沒有了 就是你這個經歷不能夠告訴別人,你經歷平安、舒服是邪靈 我覺得不要這樣一觸桿打一拳 如果一個人有邪靈,等我先說完 如果一個人有邪靈工作的時候,他是因為他生命有破口 不是因為他覺得舒服,我們都追求這些經歷 不是錯,但我們不要注目在那個經歷,的確是這樣的 我們要小心,因為傳統教會有時是很極端的 譬如說你安靜等候神,又被邪靈入侵 這些說話我們應該說過 當然那個人完全靜默,而他跟神關係沒有 他是可以有危險邪靈入侵 但如果他是愛慕神,心裡想著神安靜等候神 是不會有情人的 或者你在享受神的時候,就是享受神不是錯的 因為神的平安之樂,林在是不是錯的 對 他跟穆斯說,我做Fuelter那個是很對的 就是很看個人 是的,我就是感受到牧師說是對的 好,我自己現在正在經歷著 OK,總之我們要分別 我們的心裡總是愛神,總是感激神 總是處理生命,總是聽神的說話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怕邪靈入侵 除非他人有罪 如果不是,我們不用怕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說 這個不是聖靈工作,就求你拿走 跟著就沒有了 不是一定因為我們這樣欺負,沒有了 因為我們的心就說 如果不是聖靈工作拿走 跟著沒有了,可能只是因為我們中斷了敬拜 所以沒有了 就是不要憑,只是說 我叫他沒有了就沒有了 這個平安起落就不是從神那裡來 我們要分別 我們就是真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這樣做的時候 是我們的做法令到聖靈的同在中斷 而不是令到中斷邪靈的工作 就是我們想聖靈子妹明白這一點 因為你這樣說的時候 有時候是你裏面的這句說話 令到你怕了這個經歷 但是我們經歷聖靈永遠都忌實 我們不是追求彰顯 但是有彰顯並不是錯 我們追求的是同神的關係 OK? 和神有很密切的關係 和那個很感受到神的同在 OK 新靈同在 我們的教會就是會傳到 即逢禮拜十一個星期傳到大志去大劍拜 有時候會當時要自己去等候神 去什麼 有數個八個 感受到那個靈 真是一次一次都不同的 即是開了 即是通了 即是怎樣通了呢 比如我自己有時候 好像在拼ger 還有那個 現在就 你平時去你看到其他去靈hearted 去世上 還有街邊那裏自己也可以去 看到什麼東西都可以 去裡面去選擇 真是很容易 生靈在裡面 做很多奇妙的事 即是這些 都幫到我 extremely lange 好,我想大家都強調和神的關係,愛慕神,相信神的恩典,處理生命 我們追求的是愛神,而神的同在帶來的平安喜樂興散 這件事是聖經有說的,但我們不是追求那個感覺,我們有的時候我們感謝神 但是沒有的時候也不要介意,有平安喜樂興散,如果我們在祈禱的時候,我們奉耶穌明祈禱也可以說 奉耶穌明祈禱,如果這一陣子不是聖靈的工作,你拿走,我們要繼續投入敬拜 都一樣的經歷在這裏,這個就是聖經的感受 好,我們今晚到這裏為止,我們有短的祈禱 好,親愛的祈禱,我們多謝你,祈禱祝福我們和你有密切關係 讓我們注目在同你的關係,注目在怎樣給神使用 不是只是注目在經歷,當我們有經歷的時候 是加強我們和神關係的時候,我們是歡喜的,我們是接受的 我們都分辨什麼是屬於神,什麼不是屬於神的 就不要被一些教導影響,以至懼怕了聖靈的工作 求求主幫助我們有智慧,在和一些人相處的時候 我們不要有一些過強的聖靈的彰顯,以至影響其他人 求主的靈大大囂貝我們,釋放我們的靈次,讓我們平安喜樂 請散,多謝天賦節 這句話,請請散,多謝天賦節 請散,多謝天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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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